当地时间19日,英国内政大臣苏拉布雷弗曼宣布辞职 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随后任命前交通大臣格兰特沙普斯为新任内政大臣 而就在前几天,由于特拉斯政府的新财政政策 英国前财政大臣克沃腾上任,仅38天就被解职 起因是特拉斯政府的新财政政策引起英国金融市场震荡,英镑大幅贬值 目前,已有14名保守党议员要求特拉斯辞去首相意志 在经历今年英国政坛起起落落的抓码后 今年刚当爸爸的英国天空新闻编辑Alan McGinnis发推调侃 我儿子的一生,已经经历过四位财政大臣,三位内政大臣,两位首相和两位君主 我儿子今年四个月大,如今,特拉斯宣布辞职 英国段子手又有新的发挥素材了